脫掉上衣背後滿是傷痕 原本懷抱掏金夢 沒想到換來的卻是一場噩夢 詐騙集團甚至用束帶 將他們綁在椅子上 黑衣男完全不敢亂動 就怕會有更可怕的遭遇 幸運逃回台灣的小情侶 拍下同行者被打的遍體鈴傷 回一起當下還雨季有存 更透露還有數百名台灣人 還被困在當地 原本只是想好好賺錢 在臉書上找工作 對方開出一個月五萬塊 一天工作九小時 不用加班海包吃包住 看起來相當優渥的條件 到了當地卻失去自由 甚至要他們再騙其他台灣人過去 海外求職卻遭到集團控制 外交部為了提高國人警覺 更在官網設置專區 惠整東南亞 中亞 非洲 以及歐洲等案例 提醒國人海外求職 護照恐怕會被扣留 嚴重還會受到暴力威脅 不斷宣導求職陷阱 看到你這個訊息很清楚 他是應該他就是屬於詐騙集團 新北極方也前往年輕人 常聚集場所 針對設施衛生的新鮮人 進行求職詐騙宣導 提醒民眾別再落入陷阱 全套